像你讲恐龙,我讲身边,我看到很多非常多的化石 为什么台湾没有化石呢? 因为台湾为什么没有化石呢? 为什么没有恐龙化石? 恐龙没有来这里? 不是,因为恐龙... 台湾原来跟中国大陆是连在一起的 是不是? 然后后来分开,所以恐龙过不了 哈哈哈哈 对嘛,我说恐龙过不来嘛 很简单的说 是新生地,所以没有 他答对了 我们台湾是从海里运动出来的 就百块像挤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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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挤出来了 所以在恐龙灭绝的时候,台湾更没有,所以都没有 还沉在海里面 这个就跟南极 南极有企鹅,为什么北极没有企鹅? 同样道理 对 北极也是这样,北极啊 企鹅还是北极熟 现在这样讲的话,我跟你讲 在恐龙时代,没有南北极 真的? 连南北极都没有? 嗯 然后,我们在讲,神秘的演化里面讲到 在古生代的时候 古生代我们从唐武基开始 5亿三千万年前 从这时候开始,我再次之前为什么不讲 我们地球四十六亿年,我们只讲5亿三千万年 因为在5亿三千年前,在之前,不知道讲什么 因为找不到东西 那个时候有壳的东西很少 所以留不下,留了一些生活的硬痕 但是找不到什么化石 所以能讲得很少 但是化石越发现越多 但刚开始发现的时候 比如说,他们看到一个 一个像犀牛角这样的东西 20多亿年 然后就把它 找到一个化石 然后就把它按插在它的名字上 因为犀牛不是在水上就有脚吗? 然后后来就找到它整个完整的脚属 才发现 那是它的脚趾 哈哈哈哈 好可爱 所以你就知道 但是那个还留在那个 国外的博物馆 就是一个错误的 错误的教学 就是 因为事实上就是化石 你发现到什么 你就讲什么 那刚开始的话 很多不太清楚的话 就是变故事 比如说我们说有个怯戴人 对不对 现在人家说它是偷蛋 因为那时候还不知道 这个蛋跟这个龙有什么关系 想说它在蛋的旁边 一锅蛋旁边 他应该是要来吃这个蛋 后来在研究发现 这个蛋就根本就是它的 就是第一个命名 罗氏标本命名的时候 以后就不能改了 所以它有点背着 偷鞋 在同样地方 可怜 看到这样子的情况 一个恐龙在了蛋上面 他想说 它还要孵蛋了 好有爱心 就叫它慈母龙 其实它根本就是 跟前面的切蛋龙是一样 同样很聋 但是 因为已经命名了 所以后面也是 将错就是 就不能再改 就不能再改 那我们今天要讲台湾 因为台湾是个海岛 所以四周都是海 所以其实海洋资源 非常非常丰富 可是我们早期的时候 海边是没有离去的 对不对 最近是 这个国防 海防部队 对对对 很多人对海边是比较不了解 但是现在 这些年来都开放了 慢慢的发现 其实我们台湾的海域 非常丰富 没有啦 珊瑚礁 看你说珊瑚礁白化 是不是死了 对 是错 有在听 珊瑚礁白化还没有死 珊瑚礁是藻菌共生 你看到那么多颜色 是上面的藻味 但是因为那边环境不对 污染啊 或者气温不对啊 最后的藻类就先死 珊瑚还没有死 白化 还没有死 但是等到 珊瑚也死 那就变成了 就完全焚炒 哦 假如那边环境改善的话 那个藻类再不再来 花花绿的颜色 还会再重新出现 那我们台湾除了 有浅的珊瑚礁之外 我们东岸很快就接近大海 所以可以到很深的 海域 可以看到很深的海域 可以看到很浅的海域 你看台湾跟大陆的话 中间平均大概100公尺左右 有些地方还不到100公尺 所以你以前说的 什么大陆同年在一起的时候 冰河的时候 大陆的大象啊 老虎啊 还有什么犀牛啊 就散步就过来 就走过来 嗯 所以那个时代 就是跟现在的非洲草原 是一样的情形 嗯 我们不能想象 嗯 那台北在300年前 叫康熙台北湖 康熙台北湖 康熙台北湖 在康熙时代 台北还是一个湖 哦 讲台湾只有400年里 是 对不对 最先话是台南先上岸 先发展南部嘛 嗯 最先三个县 就是凤山台南叫台湾县 然后就是侏罗县 嗯 然后再往前移 就成立一个彰化县 再往前移 就成立一个淡水县 嗯 所以在康熙的时候 嗯 那个 台北还是一个湖 哦 所以你在现在讲 什么水部不能淹 一淹下来 台北又变回湖 好 那台北成为湖 或者是成为 台湾 好几次了 嗯 所以我们说 沧海商田 是很有可能变化的 嗯 所以我们台湾 要讲海洋生物是很多 比如珊瑚礁 嗯 就有两千座以上的鱼类 嗯 嗯 那 而至于其他的 深海、浅海、浅海 各种不同 我现在 前一阵不是那个 5号才 才翻掉吗 那研究船 嗯 海洋号 那是很可惜的 因为打造一艘弄不出来 嗯 好 那所以我们有 很丰富的海洋生态 嗯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从海边 进入到陆地的时候 我们有河口的生态 嗯 嗯 海洋会涨潮 对不对 对 就会进到河里面去 然后退潮的时候 河里面东西 就沾到海里面来 嗯 那植物生长在这个地方 嗯 就会有 上次我们也先走过 我们走过 从 红树林走到 树林 哦 水鼻仔 水鼻仔 对 走到淡水嘛 对 那边就可以看到一种情况 那红树林他要在这样 潮进潮退的情况之下 他要生活 他就必须发展出些能力 嗯 然后再进到陆地上的话 就是低海拔 嗯 我们这边低海拔是以乌萊为样的 嗯 那低海拔像福山 福山也是一个低海拔 他刚刚才取过 嗯 福山景 南山也是一个低海拔的一个 嗯 低海拔的海森林的生态 然后再过来中海拔 像太平山中海拔生态 我们这边是以阿里山为样的 嗯 然后再过来就是高海拔 玉山 嗯 那高山一定就是所有河流的源头 嗯 嗯 所以我们待会看到 地上也会有河流 河流里面也会有 嗯 那当然这个展馆 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换了 所以 东西也没有说 一定很多 可是基本上 架构是这样 就是从海洋到河口 到低海拔 中海 高海拔 嗯 基本上我们就这样是 嗯 嗯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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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